接下来来关注的是俄乌的战事 我们看到最新是俄罗斯他们公布了 传出说防空飞弹击落了运输机的机上监视器 不过其实现在在整个俄乌的战事 似乎美国对于援助的态度是有一些转变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就看到 有超过1110亿的美元这样的资金 现在是要不要来军援 是卡关的状况之下 就传出说现在美国拯救俄乌战事 也要制定新的策略 这个方向大为转变是不再强调要他们夺回领土 而是专注协助基辅来抵御俄军的新攻势 同时也要推进加强乌克兰国防经济的长期目标 这显示说对军援乌克兰的政策转弯 变成转攻为首 而同一时间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 也发现说军方在采扣武器的过程当中 涉嫌有贪污了近15亿的格里夫纳 也是他们的当地货币 涉案的人员还包含了乌克兰的国防部前任 以及现任的高级官员 那这样的贪污腐败事件 自然也引起了各界高度的关注 这似乎也影响了像是在德国 他们有一个模型当中就显示了 接下来俄乌战争可能会发生的转变 俄罗斯沃罗涅州长古切夫证实 乌克兰无人机在深夜时间袭击首辅沃罗涅市 其中一架无人机直接撞击一床公寓大楼 造成两人受伤 古切夫除了谴责乌克兰向俄罗斯百姓 实施无差别攻击之外 也宣布沃罗涅市进入紧急状态 另一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 已经下令防空部队加强对当地的警戒与保护 截至目前为止成功拦截或摧毁四架 飞入当地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 据在乌冬战事方面 俄方宣称空天军的苏25强级航空兵部队 在盾内刺客方向使用非导引式火箭弹 打击乌克兰多支战斗部队或支援单位 歼灭数十名乌军有身战力和各式装甲车 并且摧毁好几处军事据点与弹药库 尤其是阿富迪夫卡到马林卡这一带的激战区 俄军作战单位在陆空配合下 持续对防守部队的据点施加压力 迫使几支乌克兰小分队撤出交战区 转入到后方的防御攻势里 至于在佩尔沃迈斯基地区 俄军的推进则是遭到乌军顽抗 战况十分焦灼 尽管有消息指出 俄军无人机为乌克兰装甲部队带来不小的损失 但是在坚固的防御攻势保护下 俄罗斯始终难以突破防线 与此同时 乌克兰部队也传出高阶军官阵亡的消息 综合多家外电报道 克拉斯诺哥罗夫卡地区一名武装部队指挥官 在激烈战斗中殉职 不过这项消息并未得到乌克兰官方的证实 也没有就东部战线的情况做出回应 不过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在达沃斯世界激进论坛上 针对俄乌战事的一段发言 就被俄罗斯媒体大篇幅报道 史托腾伯格承认 俄罗斯的确在多条战线上取得进展 而且乌克兰在去年夏天 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并没有达成多数人的期待 也是乌克兰战局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 对于这项说法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斯尔斯基表示 他尊重史托腾伯格的发言 但是在他的指挥下 各单位都很清楚 现阶段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摄尔斯基的这番话 看似中规中矩 却没想到原来是话中有话 媒体引述美国及乌克兰的消息来源表示 两国军方已经对2024年的战略部署 有了基本共识 研判俄罗斯为了顺利完成 今年的总统大选 在三月底以前 总参谋部会以小规模的袭扰打击 代替新一波的军事进攻 这个空档正好给了乌克兰 更多准备时间 因此美国特别量身 打造了一项军事计划 只要能确实执行的话 乌克兰就有可能为停滞不前的战况 创造新的局面 这项计划分为四大阶段 前三个阶段分别是巩固现有战线 积极防御 并且灵活应变主动出击 接着再动摇敌人防线 就可以逼迫俄罗斯提前投入预备队 补充战斗中的大量耗损 当逐步完成三阶段计划后 最后一步就是吸取反攻失败的经验 为2025年的复仇行动做好准备 令人外卫的是 美国一方面承认 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 另一方面又对四阶段计划 深具信心 究竟是对乌克兰画大饼 还是要误导俄军的决策 美国看似矛盾的做法 让外界一头雾水 反倒是素以条理分明著称的德国 并没有对俄乌局势太过乐观 现在传出 德国联邦国防军 在一份机密的军事响定中 推演出 随着二月份 俄乌战争届满两年之际 战事会开始升级 并且持续到六月份 最终因为西方再也无力援助 战争将以乌克兰军队撤出而告终 但是并不代表 这个地区的冲突画下句点 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开端 根据这份机密的军事响定演算 波罗的海国家将是 下一波战争几率最高的地区 俄国会借由演习的方式 联合白俄罗斯 向波罗的海国家施加军事压力 而且很有可能会在位于波兰 立陶宛 白俄罗斯 以及俄罗斯外飞地 加里宁革的四国边境的 苏瓦乌基走廊 爆发边境冲突 趁着美国大选 难以介入国际冲突的空档 引起新的争端 连带把北约集团全部拖下水 相信中预测 届时北约将会动用30万大军 解决这场纷争 倘若推演结果不幸严重 德国预估至少会有 3万德军官兵投入战场 这样的结果将会对 德国的政军当局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据说还在评估中 随着欧洲笼罩在俄乌战后 各国将可能面临一场新的冲突 阴霾之际 美联社采访团队独家获准 跟着法国预警机中队 记录这个单位在空中执行的实况 指挥官李沙德忠孝 除了介绍机组成员 及其负责的任务外 也很坦白地告诉美联社记者 他们在高空任务的侦查范围 可以涵盖俄乌战区领空的细微动态 当然很多时候也会和俄军战机在空中接触 只不过在上百次的经验中 俄军战机飞行员和法军 都很克制地保持在相对安全的距离 在双方基于礼貌性的接触中 尽可能不逾越对方的红线 降低擦枪走火的可能 圆满完成每次超过10小时的空中任务 即便俄军战机经常是全副武装升空 但是法国预警机的飞航路线 也有其他北约盟友 备妥各式防卫及攻击武器 瞄准俄军战机 只要彼此不打破这个不成文的默契 两边还是会为对方游有余地 以遂行任务要求 平安返回各自的基地 不过俄罗斯的总统普琴持续很呛 他重申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开战 是为了歼灭乌克兰的纳粹残党 而普琴还说欧洲国家 现在是犯了恐恶症 还把仇恶当作国家政策来推行 只是他会这样讲或许也跟自己面临 可能有人挑战大卫有关 在庄严的小喇叭演奏中 俄罗斯总统普琴神情肃穆 向二战纳粹围困受害者献上花圈纪念 他还为新设立的二战罹难 平民纪念碑揭幕 借此重申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是为了歼灭纳粹残党 普琴甚至暗示 乌克兰为了掀起仇恶情绪 不惜炸了载着乌军战俘的俄军飞机 但不久前才有独立媒体提报 俄军防空系统的敌我识别功能 有重大瑕疵 一月初才炸了一架A-50预警控制机 另外乌军也声称 俄军公布的罹难战俘名单上 有些名字根本是灌水 现在不止乌军要俄军别再骗 国内更多反普琴人士再站起来 推举反战派议员纳吉尔丁推反普琴 我完全确定这状况会改变 因为很多人在俄罗斯 想要看我在YouTube 这是唯一的军事 想要把军事的军事 在别人的地区 说Anatoly 纳吉尔丁要在一月底前收集来自全国各地 至少十万人的联署才能换来参选资格 现在包括反普琴大佬 纳瓦尼在内 不少反对派人士都力挺纳吉尔丁 他也表示如果当选 将立刻启动和平谈判 终结乌俄战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夜门叛军胡塞组织针对红海航行船舰的袭击 似乎也逐步在升级中 除了是用弹道飞弹攻击了英国的邮轮之外 而根据美军的声明 就在邮轮攻击前几个小时 也有飞弹是攻击了在亚丁湾巡航的美国驱逐舰 船上发生大火 这间消防人员用白色粉末灌旧 连船身都染了一片白 这是发生在红海上的紧急救援任务 原来这艘邮轮就是被胡塞组织 飞弹攻击的英国邮轮 马林罗安打号 这次攻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美军随后发出声明 胡塞组织这波攻击 目标还包括美军船舰 胡塞从去年10月开始 已经攻击航行鸿海的船只超过30次 但这还是第一次直接攻击美军 换句话说 不管船见国籍 只要航行在鸿海或雅丁湾的船只 现在都可能遭受攻击 航行成本的大幅上升 恐怕又会让全球物价再次上扬 TV新闻纵火岛 以哈持续的交战 甘尤尼斯也成为了战火最激烈的地区 以军就至少派出了两支精锐特战队到前线 缴获大批来历不明的军械弹药 专家分析哈马斯的武器来源非常多 在甘尤尼斯的战斗中 以色列国防军兵分多路 从不同的战线推进 就调集到此地的部队来看 以色列对这座城市 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 因为军方下了血本 至少派出两支精锐的特战队进驻 其中一支是以反游戟 和直接打击为主要任务的 第89旅 带好坚果的621部队 这支部队自1995年成立以来 至少参与过三场重要战役 与哈马斯以及黎巴嫩 珍珠党都有过交手经验 尖敌数量超过上百人 而且这支单位最擅长小部队行动 外界对他的认识资讯有限 以色列国防部更将部队的重要等级 列为极机密 就是要保护官兵们的人身及任务安全 除了这支部队之外 另一支更为低调 也很少公开单位资讯的马格兰特种 征搜记反坦克战突击队 更是神秘中的神秘 就连以色列国防部官方网站上 也只是很简单的介绍 这个部队是执行深入敌后 重点攻击和摧毁特定目标 搜集准确情报任务 同队的另一个单位 则是使用先进武器 遂行反坦克战的任务 而且这支特种部队的保密等级更高 绝大多数的资料到现在依旧还没解密 以色列军方透露 由于这支部队大多岁型高风险的绝密任务 并不适合公布太多细节 而且就在投入甘尤尼斯的战场后 马格兰特战突击队很快就有了斩获 官兵们在一处民宅的房间内 查获一批来历不明的枪械弹药 怀疑是由不明组织提供的军火 被起出的军火种类的确不少 包括夜视镜 火箭弹机发射器 数十个弹匣和一整箱的步枪弹 也是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军队在以色列哈马斯的民宅据点中 再一次缴获的成果 虽然对以色列来说 查获哈马斯据点暗藏军火 已经不是令人意外的消息 但是问题来了 究竟哈马斯有什么管道 可以把数量庞大的蟹弹送进加萨 又是哪些组织或团体有能力 担任哈马斯民兵的后勤总部 源源不绝提供哈马斯这些军事需求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并没有多做说明 但是美国及澳洲的清兵器专家 在检视了超过150个影像和照片后 归纳出一个重点 就是哈马斯所使用的武器 大多属于前苏联时代生产 或是授权给其他盟友制造的制式装备 即便是在不同国家制造 但是在外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顶多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 和特殊用途 做了细微的修改 只要仔细观察 装备和弹药的细节上 仍然可以判断出这批军械 到底是出自哪个国家之手 战森琼斯进一步分析 哈马斯民兵的武器 虽然多数来自于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军备 是来自于北韩和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 其中就有保加利亚制造的火箭推进榴弹 英国巴斯大学资深安全事务讲师 伯利也指出 尽管哈马斯所使用的军械 看似来自万国造的杂牌军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些武器全部细出同门 也就是说 无论是自动步枪或是火箭推进榴炮 都是前苏联时期设计出来的军火 即便在不同地区生产 但是应用原理和彼此的相容性很高 就算是前苏联制造的AK步枪 也能激发北韩生产的子弹 毕竟口径相同 差别只是在于品质上无法得到保证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些年代久远的武器 经过现代化改良之后 已经大幅提高打击时的精准度和致命性 由此可以证明 在这场战事中 哈马斯对乙军造成的战损 同样不算轻微 你可吃通过 三个镬� , 巨尔 银 银 石垫 50几 分阻比赶 明 很可惡 在我认为 其我一个视频 所以我只顧著我的負責 而他們不會做到那裡 弗雷利的這番話又點出另一個關鍵問題 既然知道是哪些國家製造這批武器 那麼哈馬斯又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取得蟹彈 是直接從製造商手上獲得 或是有其他軍火前客另辟途徑 對此 伯利認為 如果說軍蟹彈藥的數量龐大 就很有可能涉及到國家級別的大宗交易 然而要達到國家級的軍事採購 伊朗恐怕會是頭號嫌疑人 因為哈馬斯長期接受伊朗的軍事訓練和支援 另一個路徑則是由採購國 直接從出售國進口武器 在完成所有落地 通關 點交手續之後 再由採購國以透天換日化整為零的方式 小批量轉交給哈馬斯 出售國就無從得知 武器究竟是不是還留在採購國的手中 因為國際軍事採購上 買方和賣方存在著一種不成文的互信原則 尤其是單兵武器的規範 又不像重型裝備或殺傷力大的武器限制那麼嚴格 所以清兵器的採購輸出通常比較不會過問太多後續的安排 正是因為如此 所以詹森 瓊斯認為這就為哈馬斯取得武器開了一道方便之門 持續超過120天的以哈衝突至今依舊沒有和緩的跡象 儘管美國多次派出高級別官員前往以色列試圖斡旋 但是態度強硬的納坦雅胡依舊不肯點頭 即便哈馬斯也表示願意對釋放以色列人質 換取停火的可能保持開放態度 然而以色列似乎鐵了心不再讓步 導致加薩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但就美國而言 現在中東地區降雨密布 前有加薩衝突越演越烈 後有胡塞武裝繼續襲擾紅海航線安全 再加上伊朗的虎視眈眈 林林總總加起來美國試圖把中東戰士 限縮在單一地區衝突的希望變得更加困難 萬一各個關係國都不願為美國的折衝買單 中東地區就很有可能陷入遍地烽火之中 甚至有可能不斷擴大難以平息的地緣政治衝突 就是這樣難以平息的地緣政治衝突 也影響到是美國總統拜登的選情 他最近幾週在全美各地奏事拼連任 卻不斷地被挺巴勒斯坦的組織 用高分被抗議打斷演講 甚至在部分地區傳出 阿拉伯團體拒絕接見他 美國總統拜登台上講到一半 底下挺巴勒斯坦民眾突然怒吼大叫 舉牌舉棋 其他群眾則大喊口號 試圖淹沒抗議聲 類似的場景其實不斷出現在拜登的造勢活動 從華府到維吉尼亞再到南卡 拜登演說不斷被人打斷 挺巴抗議搶盡拜登風采 華郵報道拜登團隊已經開始擔心 他對以色列的支持 可能傷及他的連任選情 挺以色列似乎成了拜登的罩門 CNN鏡頭最近還拍到 以軍把這些來自加薩的 20多個巴勒斯坦人 私自帶回以色列訊問 在10度左右的氣溫下 每個赤腳蒙眼雙手反棒 而且只穿白色薄衣 以軍後來也透露 他們隨後還是被送上 有暖氣的巴士上 以色列更說 一切符合國際法規範 然而國際社會 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買單 27號意大利千人上街 舉其喊口號 米蘭甚至爆發警民衝突 不少人掛彩 挺巴憤怒情緒 儼然已經蔓延各國 TV新聞做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準備下載TV